足哥说电影 帮你能听懂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美国的科幻片《黄虫过境》 在农业部的实验室里 一对龙套正在打清骂桥吓唬闹 龙套女是实验室的工作人员 这姐们也是个傻大胆 不穿防护服就进去给黄虫喂食物 黄虫们一看来的硬菜都来换 也不知道哪位喊了一句 弄死他 这可真是一呼百应啊 黄虫们上去就打算要了龙套女的命 得亏龙套男反应快啊 不然龙套女已经歇了菜 春花是农业部的副部长 勤劳能干任劳人员 整天忙的是脚不占地的 好不容易抽出点时间跟男朋友拴住腻歪 实验室里又出事了 实验室的负责人王大歪曾经是春花的老师 表面上是在研究蜜蜂 但暗地里却在研发新品种的黄虫 这种黄虫是沙漠黄虫和澳洲异病黄虫的混种 能抵抗所有的杀虫机 不仅如此 这种黄虫的繁殖力是普通黄虫的十倍 寿命长达两年 而且身体素质也好 一天能飞行三百亿 春花说 这事农业部怎么不知道 你这不是吓胡闹吗 你知道每年全球因为蝗灾损失多少粮食 你改造这玩意干嘛 纯粹是吃饱吃 虽然王大白剧里力争 但春花根本就不听 原来王大白搞的这个实验是国防部头的字 说白了 这种黄虫其实就是一种生化武器 谁敢跟美国过不去 就把这种吃货往谁家里投放 春花说 你这种危害人类的实验太混蛋 这种混血的黄虫一旦跑出去 那对人类将是一场巨大的灾难 在春花的监督下 实验室里的黄虫全都被干掉 但谁也没想到 这位负责消灭黄虫的哥们 居然是国防部的卧底 这孙子忙活完之后 就打算带个几只黄虫去交债 可就在这个时候出事了 这几只黄虫分两次全都逃了出去 然后很快就在庄家地里团聚了 黄虫们意识到 如果想成就一番事业 就必须壮大队伍 虽然这几只黄虫没什么真感情 但现在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有生育能力就行 一个月之后 春花发现自己怀孕 他本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男友拴主 可此时两人正在冷战 没说几句话 拴主就把电话挂断了 一个多月过去 黄虫的数量多得已经无法统计 时机已经成熟 黄虫们甩着栽帮子 分东西两路开始发动进攻 自打实验室关闭之后 昆虫学家王大白也光荣下岗 整天在家里是吃了睡睡了吃 过着猪一般的生活 送闺女上学之后 王大白开着车去健身房 途中突然看到了 气势凶通的黄虫大军 王大白的闺女和同学们 在前往学校的途中 不幸跟黄虫的搭不对遭遇上 把这帮孩子全吓尿 幸亏王大白及时赶到 王大白拿起一只黄虫一看 发现正是自己研发的那种混血黄虫 而与此同时 春花也发现了这个现象 不过他刚开始并没有想到 会是王大白研发的那种黄虫 直到跟王大白通完电话 他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在加州的某个地方 此时正在举行一年一度的甘剧节 春花的车刚好从这儿入骨 由于黄虫马上就杀到了 春花和手下急忙组织大家出散 可还是狗拈突管一步了 黄虫大军以催枯拉朽之势 把橘子全给吃了 货海湾农村 黄虫们显然是意犹未尽的 打算再到城里留得得 把写字楼里的这帮白脸 全给瞎敲 一架运输机正打算起飞的时候 王大白给塔台打了一电话 请求赶快关闭机场 但王大白的话 塔台的工作人员显然是没听进去 运输机刚起飞就遭遇了蝗虫的大军 然后一头又栽了下去 眼瞅着事态越来越严重 国土安全局会同有关专家 和军方代表组成了一个临时指挥部 专门研究怎么对付这帮蝗虫 作为农业部防治害虫小组的主管 春花也参与了其中 春花说这种混血的蝗虫 能抵抗所有的杀虫技能 每只蝗虫每天能消耗自身体重两倍的食物 一百万只蝗虫一天就能吃掉八英亩的农作物 目前的蝗虫数量已经上亿了 再不想办法 咱全都得去和西北方 正说着呢 春花的男朋友拴柱走了进来 作为联合国的农业专员 拴柱建议提前收割 以避免更大的损失 这个时候指挥部接到消息 说东部的蝗虫大军已经开始吃肉了 很多鸡牙牛羊全都被蝗虫给干掉 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 农业部长坐不住了 把春花叫到了猛虫 部长说你再想不出解决的办法 你就卷铺盖走人吧 春花意识到解铃还需系铃人 如果想彻底解决这件事 那就必须把王的白这个罪魁祸首给找来 可此时的王的白已经被联邦调查局的人给带走 目前正被关在生化武器监所里 和军方的一帮人正在琢磨着用毒气消灭蝗虫 经过试验 这种毒气对蝗虫确实有效 但对人的杀伤力也不行 如果用毒气的话 那么势必会造成老百姓大量的死亡 在拴住的指挥下 农民伯伯开始提前收割了 对于用毒气灭蝗虫的想法 春花是坚决反对 但军方可不管那么多 打算马上进行实地测试 并且已经得到了总统的允许 为了阻止军方的行动 春花把这件事跟新闻媒体说了 媒体以保冠负责这件事的将军 只好暂停了行动 春花的老爸张大 也是印第安那州的一个东西 此时蝗虫大军正在前往印第安那州 为了找出对付蝗虫的办法 春花带着王大伯来到老家 而与此同时 他的男朋友拴住也开车赶了过去 一帮人刚会和蝗虫的大军就杀了过来 大家伙急忙躲进了张大爷的仓库 蝗虫们在外面虎视眈眈的 决定用围城的办法把这几个人给逼出来 然后再搅把搅把给吃了 要说有文化的人就是不一样 春花一拍脑门 很快就想出了一条妙计 利用仓库里的发电机把蝗虫们给电死 可关键的问题是 如果想让发电机启动 那就必须到外面弄一桶汽油回来 作为这件事的祸首 王大伯为了赎罪 提着汽油桶跑了出去 等这哥们回来的时候 已经被蝗虫咬的是遍体内上 很快就喝上了末末汤 还真别说啊 春花这招确实管用 通上电之后 那些守株待兔等着吃县城的蝗虫们 全都被电死 一直是被烤的外腰里嫩 如果再撒上点自然烂腰面穿个串 当春花赶回指挥部的时候 军方正在制定用神经毒气 就被在座的高官和专家给予了肯定 说干就干的 为了给高压线提供足够的电力 全美国家家户户全都停止了用电 为了吸引蝗虫的注意力 春花还让人弄了很多的气球 在气球的下面挂上了 能够吸引蝗虫的反光条 蝗虫们没料到人类如此的狡猾 最终全军覆没了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经 平平安安有多好 没事不要下午狗 搬起一块大石头 最后砸了自己脚